还不错 很特别 蛮开朗的啊 跟我的个性一样 现在更有趣了 把这个整个台北火车站 更有主题化 是比较漂亮的 对啊 就我们喜欢拍照这样 就是这里有亮过来 然后看这个拍照比较好 民众口中这个特别开朗 有趣又适合拍照的地方 就是台北车站中央大厅 在7月12号一大早 瞧瞧换上了微笑新装 露齿大笑 眯眼微笑 眨眼灿笑 都是工作人员前一天 趁着晚上列车收办后 赶工完成的 上面还有十种不同语言文字 包括越南文 印尼文 菲律宾文 泰文 马来文等等 展现国际化全新面貌 消息一出也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有人指明台铁美学小组 看了很心寒 也有人觉得愿意尝试不同的 可能性给推 更有人质疑为何不干脆加装椅子 有关正式座椅的部分 有关座椅的位置及数量 及后续的管理办法 我们都还在依照现有的旅客情况去研溢 那有确定的方案之后会再告诉大家 原则上公共空间公共使用 那我们以打造友善的环境为目的下 我们欢迎在北车大厅所有的旅客 他能够依照他的想法 在这个大厅找到属于自己的空间 台北车站不静坐了 营造友善环境 而微笑地铁上路第一天 就可以看到大批外籍人士 席地而坐 谈天说笑 甚至摆出俏皮动作自拍 虽然国内疫情趋缓 但防疫依然不能松懈 现场也摆放了公告 提醒民众遵守防疫新生活指引 像是保持社交距离 避免群聚等等 确保自身及他人健康 这回台北车站招牌的黑白格旗盘 多加了十张笑脸 仿佛对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 微笑致意招受欢迎